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南欧和东欧没有和平和繁荣 西欧和北欧也不可能有 然而9号的峰会成果从事实上承认了这一局面的形成 由于英国的反对 法德关于修改里斯本条约的初衷告吹 欧盟被迫决定优先在欧元区内缔结财政契约 其余的欧盟国家自愿选择是否加入 英国经济学人的评论说 这一决定造成了欧盟内部的巨大分裂 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就表示 本次欧盟峰会可能因为拯救欧元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也可能因导致欧盟分裂而载入史册